河南齐县的叶冰宴实名举报 父亲被人打死 希望青天老爷出现 伸张正义 不料正义没等来 他的姐姐叶婷 却被警方给强行带走了 失联三天之后 再次出现已经神志不清 快点看看 这张的策略哈 大家一定得记住 案件今天晚上11点多 叫派人送出来 啥案件都没有 都进行判罪 都进行判了 他们要演要 把案件判一个五年 俺爸都已经去 两年了 一点小意都没有 你们一点点记住了 李局长记住了 前面号 西线派人说李局长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死者家属自己哭诉 还有家族群的信息显示说 叶婷被威胁签协议 还要被判刑五年 齐县县政府给的理由是 死者家属歪曲事实 散布不实言论 误导舆论 对案件的正常办理 造成不良影响 2022年12月6日 在叶婷男友在场的情况下 县公安局民警出示证件之后 依法将其带走调查 可是官方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最基本的 叶婷和他的姐妹们散布的虚假信息 有哪些 还有就是在警察局 到底发生了什么等等 另外官方通报也是漏洞百出 首先2021年7月 警方通报情况说 女子的父亲是被请去陪客的 隐身含义是说 宴情的主人和叶婷的父亲很熟 之后 叶婷的父亲和刘氏三人中的两人发生死打 而叶冰宴网报的情况却是说 刘氏三人全部都参与了进来 在饭店内一直追打到外面的马路上 而警方通报则是含糊其词的说 二十三师许叶婷的父亲回家后身体不适 之后 家人送医 那么叶婷和他的家人却是说 父亲被打之后 刘氏三人以及在场的所有人 扬场而去 将昏死的父亲留在现场 三个小时之久 才被路过的邻居大爷 发现送回家中 打人打到昏死 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人管 延误救治 最后不治身亡 事发当时和之后宴会中 竟然没有一个人向家属通报 而官方最新的通报说 联合调查组核查对比了周边监控视频 在场证人的证言 司法鉴定文书等相关文件 认定所反映问题不实 不光是官方说的话我不信 就连这些证人所说的话我也不信 自这家属所言 昏死三个小时之后才被路过的邻居大爷发现 那么这些所谓的在场证人至少是不作为甚至是造成叶廷父亲死亡的帮凶 关于叶冰宴网报说遭受到刘氏三人中未被拘押的侯堂村之书刘某言的威胁 死者家属有家不能回 警方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到底是真是假 目前我搜遍全网竟没有发现中国任何一家媒体前往事发地 实地采访死者家属 还有警方给出大众一个第一手的信息 我失明去吧 我是眼睛的二姐 一换完 我看到官方会误所 我姐妹说说的不是事实 那么我想听问事实是什么 是我父亲未知 还是我父亲的事情已经得到了结局 还是熊肉已经手脑有容的撑罢了 我主动求社会隔天人士监督和事 我一下说讲到似乎俗似 我父亲现在今天便宜 我听着讲到了一年半直交 拜托说你自己没有心得健康 主要留情眼自己想要发挥 只有他弟弟留情眼和叔叔留得点被拘留 自己开庭 自己为开庭是吗 4月6日中午 也耍亮前让熊雅老师打来的电话说 已经被几个男人抓住了 我们常常联系 也定一次联系不让也定 主要没有办法在网上发说 学人居使 后来不知为人吗 我妹妹回在平亭然 好好上庸的情况下 出院在老假的派主说 假的前女训练 任命又遭到 反而野爽令被抓 然后派主说在野爽令 不知野定 已经被迫前任的情况下 说三调四变 让野爽令三调四变后 让七七报证说 野爽令不愿意接包装 说 也不愿意钳制 派主说说 不钳制不让招 好了白眼还是不愿意钳制 没办法 把野爽令放出来了 野听自己人会放出 请问野听到底犯了多大的罪 把人从学校枪式带着 不扔不扬 管道七言 派主说 我一场说 讲军数四字 其言一线报道说 我们发表不是言论 请问一场说书 哪一条不是四字 哪一条是武道舆论 同时也请社会各界人士 监督核置 请问是谁能让官方 发出那样不是的言论 来抨击四字 谁也要把我送上 我请领导 为我全家做主 换我功能 让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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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父亲 我来父亲 我答应 为了父亲 生怨 最大的生活 如果你还拍的 他都不价呢 还算 拍的过婚子还是假的 看看我的婚姨 他给我画出来那个 америк 他给我说那个扇婚姨 你给我这扇婚姨 我永远过来 都不会有什么 看到我的婚姨 成这样了 我希望你发到多元 我希望能够的事给我求求能够 我求求能够大家呀 没有他够还愿而是 我还求他这样想够了 这是其中冠军的太多重了我冠军 我希望能够大家够坏意思 看看 我希望能够坏意思 求求我的孩子 求求我的孩子 我希望能够坏意思